男子一边捂住受伤的左耳 一边向远景展示自己受伤的手臂 二日傍晚五点二十分台东市南王东街 一处工地上两名男子发生护殴刑案 其中五十八岁的赖姓男子是工地的施工人员 与邻近住户四十二岁苏姓男子 因为施工范围超越围离发生争执护殴 苏男竟然回家取出西瓜刀 砍伤赖姓工人的耳朵与手臂 而持刀的苏姓男子头部也被攻击受伤 两人分别被送医治疗 迟刀的苏姓男子依伤害于杀人未遂罪 移送侦办 而在花莲星辰则有人因为行车纠纷斗殴开枪 民众听到枪声报警 远景赶往现场在柏游路面 发现三颗遗留的弹壳 事发在二日凌晨四点多 花莲星辰家里三路一处民宅传出枪响 远景封锁现场勘察 在铁卷门外与外墙水管发现三个弹孔 犯贤也自知难以躲避警方的追查 前往花莲分局去投案 并交出作案的手枪一把 原来不久前被开枪恐吓的屋主高姓男子 因为行车纠纷 被人堵住去路 下车呼喉叫嚣 双方和解不成 隔日高姓男子的住家铁门就遭人开枪警告 警方以恐吓罪于枪炮弹药管制法 将开枪男子移送法办 并将深入调查枪支的来源 记者台东花莲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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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